大家好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韓社這邊請 韓社這邊請 十點一到民眾性衝衝往前衝 台北旅展第二天碰上週朔假期 不少民眾一大早就來排隊 搶好康的第一目標就是餐犬 韓社還有精華 然後就大概這幾家 要打算買幾張嗎 然後預算多少錢 大概一百萬吧 今天買了將近一百張 差不多十萬塊 手上拿著三大碟 旅展賈錢不手軟 星期飯店推優惠 韓社愛美十張自助餐 加泰式餐廳原價超過一萬七 現在只要一三八零零打了七九折 精華新改裝的博力廳 六克下午茶或四克午餐 或晚餐不到三千五 一個人只要五百八十四元起 今月的凱飛屋下午茶也只要七百八十塊錢 民眾喬好康餐券上的優惠期限要看仔細 掌握時間提前預約 目前的預約的話 是排到明年的二月底 所以現在的定位 都是從明年的三月開始 那往年的話 都是到六月左右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有另外延長了兩個月 到明年的八月底 旅展優惠數不完 其實首先要下手的 就是最快賣完的餐券 再來才是住宿和旅遊優惠 另外挑對入口進場 不要跟風排大門口 掌握寶貴時間 才能把好康通通帶回家 今天有旁展偉 張丁宣台北報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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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